这是林丹最经典的细耍名场面 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球伤 打得安赛龙教练直脑腾 2006年全英公开赛蓝丹半决赛 林丹作为赛事头号种子 强势杀入半决赛 和安赛龙的未来教练乔纳森 展开决赛门票的争夺 此时的林丹只有23岁 即便面对比自己大将近10岁的老将 林丹在比赛中也是十分敢打 不但点杀层出不穷 各种假动作也是秀的飞起 球路完全让人捉摸不透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年轻的林丹是如何秀翻乔纳森的 首局比赛开始后林丹率先确立 先优势 此时比赛开始发球得分制 能拿到一分非常低 如果不清楚的可以评论区问下大神 乔高远球过度 林丹后撤中杀连贯甲动作 成功骗到乔的重心 林丹接发球推底线 随后蹬地点杀 反手底线得分 这一球林丹已经预料到乔的回球路线 早已原地等待 双方四方球 互相调动对手 林丹往前勾对脚被防住 随后下压一拍又被分球放网 这样主动拳就来到了乔的这边 乔高远球过度 林丹直接后撤中杀得分 这一球能看出林丹的杀球也是相当重 连续挑后长底线 林丹勾往前斜线摆脱控制 一番拉扯后 乔又开始了弹底线 林丹高远球过度 乔正手杀直线被防住 勾斜线林丹反手过度拿到主动 随后中杀斜线轻松得分 林丹挑后长底线被抓到 随后正手弹底线拿到主动 直接投顶杀直线被分 林丹接发球放网 乔勾对角迫使林丹起高球 乔杀一拍追身未满 继续围绕往前展开进攻 林丹尝试下压一拍连贯勾对角 拿到主动后点杀一拍追身 林丹回挫迫使乔起球 随后再次杀斜线得分 乔接发球放网 林丹挑后长摆脱控制 乔平抽一拍过度 结果林丹这么一波轻松得分 乔接发球放网 乔接发球放网 林丹被动起球 乔连续进攻 皆被防住 一番拉扯后林丹主动进攻 可惜随后的过渡球被抓到 连续弹对方底线 放网迫使起高球 林丹尝试中杀斜线被防住 随后继续放网拿高点 再次杀斜线成功得分 乔接发球放网 林丹挑后长摆脱控制 乔下压一拍 结果又被林丹反手勾对角身 这个球和之前那个如出一拳 这个回合双方都在提速 比赛节奏随之加快 往前各种平抽筷挡钩鞋线 层出不穷 乔甲放针推 逼出林丹高远球 最后重杀斜线被放网 这个回合林丹打得也是相当耐心 林丹起球乔过度 单头顶点杀 轻松得分 拿下手局的林丹 第二局打得更为放弹 往前调动乔起球 一番拉掉后 林丹连续中杀得分 乔纳坦看着这个球 也是无能为力 林丹发后场桥高远球过度 林丹直接登地点杀 斜线得分 即便桥身高地长 也边场没 接下来这个回合 是本场比赛的高光时刻 林丹细耍名场面 由此诞生 中杀一拍后 调后场打转身 随后假动作重复落点 成功罚站桥一森 这个回合桥 完全成为林丹的背景 桥接发球放往后 拾起高球 随后连续中杀 一番平抽快打后 林丹连续点杀得分 可能是想要恢复下停 这个回合 双方开始拉掉 乔高远球过度丹 直接中杀斜线得分 这个回合又罚站了往下 林丹接发球挑后场 桥直接后撤中杀 却被单卸力等了 看着7比0的比分 突然感觉桥有些问题 林丹连续推底线 调动桥转身 起高球后 直接批杀斜线得分 这样的得分方式 桥毫无办法 林丹高远球过度 桥直接中杀一拍 又被勾了的对角 此时桥估计再想了 年轻人不讲我 中杀一拍 连贯放网 再次晃倒了乔纳森 双方继续互相调动对手 一番拉扯后单 主动下压一拍 桥直接勾了的底角大斜线 随后上往下压得分 而这也是桥本级比赛 达到的第3分 也是最后一分 两人一番拉掉后 单重杀一拍 被挡网 随后被动起高球 又被带桥进攻击粉 好在最后 主动拳又回到了自己身中 桥接发球假动作被抓到 随后回球又出了边界 这样的话 林丹便以15比3拿下第二局 2比0击败乔纳森 成功拿到决赛入场圈 这场比赛让球迷看到了 年轻的林丹不仅变速突击强 手上花活同样不落下 可谓是全面发展 只是这样就苦了林丹的对手们 无信大家可以问下乔纳森